字幕提供 6張以上之後呢 他就能夠掃6回6PP 抽6張牌 所以說在6費的時候 你只要怕竹竹吃6 抽6怕竹竹吃6 抽6怕竹竹吃6抽6 就打18滴了其實基本上就是兩隻 兩隻你就能夠 搭一張冤惡 或者是搭一張慘痛 搭一張慘痛去做斬殺 這是這副牌最主要的玩法 前期就靠這兩個東西去做抽牌 剩下的全部都是6費以上 就是熔爛抽爛扁爛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實戰看一下怕竹竹 怎麼虐這個環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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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確定的是前面這邊 問題不會太大 我們只要能夠拚到6 應該就沒啥問題了 阿茲佛特 也嘿 又是阿茲佛特 或許搞不好有機會可以卡祂場也不一定 這要找什麼我想一下 找二嗎 把那樣二找出來 把那樣二挖出來 可能其實也不錯 如果能把那樣二挖出來 是真的不錯 我想一下這裡頭有點痛 我們這一張找到應該就沒問題了 我們要先撐過這一層對不對 只是因為現在這補室 只會抽一張 我們等一下會爆牌 那我只能開一張這個 小ㄍㄧㄧㄚ一下 也只能這樣 龍一下這邊龍一二三 這個進化先送 這個再掃 回到十滴 扣兩滴 我們有需要先龍嗎 不用 等下會抽兩張 不會爆牌 就看能不能頂住了 回血人 回血人進化 回血狗狗 其實應該是有機會的 我們這邊吃幾了 吃三 再吃三張 一二三 一二三 抽六張 會爆一張牌 不要 不要讓他爆到重點的東西吧 容易張 衝啊靠賽斯克 拜託 拜託 再一張怕毒族 屌虐 像這樣 想怎麼贏 就怎麼贏 怕毒族 永遠的慘痛 看到這麼靠賽的人 就是你一輩子的痛 就是你一輩子的痛 這裡留帕竹竹 有阿茲佛特還不錯 阿茲佛特前面就很讚 兩張哦 兩張就還好了 又是用來的 阿茲佛特上 在牠面上的掌握 阿茲佛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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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一張下去 等下會開 可以先 可以先榮一張掉 算不會爆牌啦然後我們也沒有合缺 所以都還好 他這邊被這樣敲其實還是蠻痛 再開一張 把這個開完然後小豬吧小豬 來一下 你小豬在這邊不見得是最好的 因為我其實是蠻希望他可以把我打進 復仇狀態 他把我打進復仇狀態 這麼可以用腐朽看守去爽一下 如果剛剛這邊有 有滑之我覺得開滑之 開滑之必盡 因為我這邊會補血嘛然後本來 預期是他會開假面 那也還好他也沒有假面 他也沒有假面我們這邊就 輕輕鬆鬆了 欸不對這邊的這邊要有那個 我想一下喔 反正我們這個腐朽先打 因為他其實是有一個 小小的細節在了 就是你可以先龍 一點點 OK 反正他他可以 你要讓你 有一張吃完然後下去 不會爆牌 然後下一張有一點點的次數 這樣會是一個最大 最大幅度去 避免爆牌的一個情況 在你排庫裡面還有兩廢東西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這東西其實蠻重要的 雖然說我們現在好像 因為巴鈺的那個護符用完了嘛 所以是沒有這個情況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但因為還有和絕所以 其實還是有可能 會有類似狀況 那我們這邊就先用這張 11 23 我們現在三張吃三張 沒錯 其實是會有 很類似我們剛所提的那個情況的 因為這邊開六張進來 我們只能吃 六張 其實沒差啦 以這把來講的話沒有關係 來囉 怕竹竹 怕竹竹 慘痛 如果裡面有 兩張以上就有可能有點關係 有可能會爆掉牌 但因為我們現在構築有特化就沒有差 蹦蹦 來囉 AP啦 這邊這個怕竹竹 開心牌組 其實勝率 我自己玩起來比 就跟當時一樣啦 就是 都都會覺得說 這個娛樂牌組 但其實勝率 比想像中的真的是好非常非常多的 牌組我推薦給大家 任何想看的影片 歡迎在底下的地方留言告訴我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